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穆希 大家好 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去朋友家做客 一个爱好美食同时带去快乐的辣妈童小童 欢迎童童 大家好 您高兴我就高兴 所以我就是给您带去快乐的那个胖子王大蕾 欢迎大蕾 大家好 我是最懂营养的无添加生活方式推广者莫菲 欢迎莫菲 真的 最近 你怎么了 心情不太好 喝点热水 这句话更来火 今天好开心 更要喝热水 天气好冷 喝点热水 今天好热 那不还得喝热水吗 这一段证明我们的男主持人太贴心了 永远都是喝热水 也就不像我们的嘉宾王大蕾先手 同样是姓王 人家就是在这样夏日炎炎的季节里喝凉水 没错 你看见吗 这就是我的新生 这不光是我新生 你看我摆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命 干嘛夏天 一年四季不停 就是这个 是的 我就很贴心 对不对 就会问你准备这个 太了解我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来我们家做客 不给你准备冰水 特别容易让我们负责任 就是 她说她当然是不喝这冰水 又那火气我腾腾就上了 是吧 但是 你们真的不要误解我 你怎么了 喝热水是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不是你就属于那种 不管老婆或者女朋友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说喝点热水啊 喝点热水 一听到就喝热水三个字 然后就火就死了 我们真的是为你们的健康 为你们的生命 为你们的心情 为你们的一切负责 我觉得呀 你还是学学王大蕾先生 好不好 她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段 她的心声 好好看看 我们好好看看 我们来到了一家冷饮店 来看看夏季冷饮和热饮 哪个销量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夏季的话 是不是喝冷饮会特别多呀 对呀 现在因为夏天来了嘛 人家都比较热嘛 都想喝点冷饮 然后有时候人家还喜欢 那么多加点冰块呢 狂加冰块 对呀 那就是一般的话 有人买热饮吗 夏天 热饮也有啊 她但是现在夏天来嘛 都喜欢喝凉的 但她有 喝热的话也有 比喝凉的中间 肯定有三分之一 您夏季的话 一般喜欢喝冷饮还是热饮 喝冷饮吧 喝冷饮舒服点 哇 看看还是买冷饮的多 是 降温嘛 是不是 就可能要靠冷啊 所以我觉得小亚真的 你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就是真的跟广大的男人 就有点不太一样 就男性真的特别爱喝喷娘的 但是你却喝热的 对呀 我觉得那个养生啊 小亚我支持你喝热水 总算有一个养生的了 因为热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是一个自己 我湿气很重 所以医生说 你身体都很好 除了湿气 你是一个女湿人 我说了 对我是一个湿人 我是水做的 然后医生就说 你什么都可以做 不要吃冰的 但是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你看 从人数上 刚才那么说了 人数上大多数人 都会选择这个 但是你知道 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就虽然说我也知道 我是 我也是 吃人 我没有 我就韩人 韩气 韩气比较重 你知道 所以我 所以我也是 就是有人叮嘱我说 不要吃冰的 这个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不能吃冰的 因为夏天你的这个什么毛孔 都是开的 然后冷气如果吃进去 反而会侵蚀你的这个机体 但是现在控制不住 但是我 就别玩命 抗计不住我自己 别玩命 你这个人都不能玩命 该吃吃 没事 但是你知道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会控制我的小孩 就是我绝对不会 对 在夏天的时候吃冷饮 这个倒是的 对 而且我会骗他 我说 那个稍微常温的酸奶 然后带一些草莓味 香蕉味 我告诉他说 宝贝 这个就是冰激凌 但是你知道王蔡子 在家里有两口子 我是坚决不给女儿吃冰的 我老公就喜欢吃冰的 一边喝着冰 可能说 姑娘 来一口 是不是 然后我女儿就会喝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能跟我老公吵架 你们真的是一群 口是鸡飞的女人 就是对待自己的时候 就觉得怎么爽怎么来 怎么喝冰的都没问题 对待孩子的时候 就完全不能这样 因为我们爱孩子 胜过爱我们自己 完美了 对 这么说来你们还是觉得孩子 也是不能夏天吃这么多冷饮的 对不对 是的 还是赞同我的观点的 对不对 是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吃冷饮呢 我们就这么感性 不太理性 因为孩子他还小嘛 那我们就已经长大了 可以过过瘾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全是家长自己认为的 我觉得该吃的时候还得吃 亚洲童年少了多乐 对 别人都在吃 你小时候吃过没有 我吃过 但是 小孩在小时候不知道再吃了呢 对 是啊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就有的时候呢 听你们这么一说 我就转念一想 有的时候真理真的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对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常识的东西 可能真的会颠覆我们之前的想象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没错 我对你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 我跟你讲我是从小到大 在上幼儿园开始 包括小学 中学 我妈给我准备了一个红色的保温壶 大家可以随便问我的同学 我从小到大夏天从来不吃冰棍 我们不想认识你的同学 真的 因为夏天 我妈说夏天一定要多喝这种热水 才是能够对你的夏天降温更有用 但是你快乐吗 你不馋吗 你不羡慕其他小朋友吗 就相信了这种谎言了吗 但是我始终相信 如果这个人他从来一直喝温水 他就不会去馋那些冷饮 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少了 然后长大了以后 我知道那个冰淇淋 冷饮 多么多么的能量高 所以我也不会吃 你是因为能量高 不吃啊 因为它好吃 不好吃而不吃 不 我觉得就是夏天对我而言 就是热水可以解决一切 好吧 这样吧 咱们还是来好好探讨一下吧 我觉得你们真的特别特别有必要 给你们把这个拧回来 好 来咱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来了 夏天就降温而言 究竟是喝热水更有效 还是喝冷水更有效 这样吧 我们来这个就是大家表态一下好不好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都说了 我们基本上其实还是想喝这个冷饮的 因为会降温的话 但是呢 听了这个小亚的话之后 然后你们又思索了一下 对不对 有的时候看看你们的这个态度 是不是跟之前一样 因为我其实刚才一直都没有表态 因为我以前夏天的时候我会去减肥 我会去练42度的高温瑜伽 然后我就热得整个人发燥 然后老师就会跟我讲 你要静下来 为了让你心静 你喝一点热水 对对对 我说42度这么热 你要让我喝热水 但是我喝了确实要比喝冰水 觉得舒适很多 真的吗 就像你冬天的哈尔滨 一定要吃冰味会觉得更暖 或是你肤腹得症 是不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坚信 因为我是亲身感受 所以我觉得夏天如果想降温 我觉得喝热水 也许是让身体更加适应这种温热的环境 你就不会觉得热 父父得症 以毒攻毒 以热攻热 是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虽然我觉得热水健康 但是如果 应该还是冰水更降温 要不然 不会夏天那么多人去喝冰饮料 冰水那些冷巴那么受欢迎 冰巴 冷巴 冰巴 这个依然是这样 不用想 你一个热的东西 你让它降温怎么办 你得浇凉水 对对吧 我不同意 顺理成章 那为什么冰棍是被盖在棉被下 因为它是保冷 它就被了 哎呀 常识 我们也自己表达了观点 也听了别人的观点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确实是 容易被别人带跑的 对吧 所以我们最后再来表决一下 举牌表决 觉得是喝冰水 就是更降温的 举A 好不好 选A 然后觉得热水更降温的 选B 来321请表决 沐昔和莫菲 真是空前一致 第一次 真的 我们俩 你们俩是冰水 你们俩是热水 对 好 两票 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答对有奖 真的你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真的是花了血本 我今天真的要给你们好好的科普一下 就录制费 录制费都压着了 好 这个奖品待定啊 这样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来告诉大家 究竟在夏天的时候 是喝冰水更降温 还是热水更降温 好 一起来看 首先先测一下室温 然后分别测出三位体验者的体表温度 三位体验者分别喝下加冰的冰水 室温下的水 有温度的热水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再来分别测一下体温 看看结果会是怎样 实验证明 夏天和有温度的热水 体表温度下降的最多 原来真的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啊 就是喝热水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这个毛孔打开 然后可以更有利于散热 而喝冰水的时候 我们会整个人就封闭起来 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利于散热的 还有一点就是 热水呢 它会加速这个水里面的这种化学活性 它的这个分子运动会更快一些 所以说热水 我们在运动完之后 尤其是夏天 它会更容易帮助我们吸收水分 补充我们因为夏天热 而丧失掉的这些水分 那就是毛孔越多的人 散热就越快 就像我那样是吧 多耶 你毛孔就多 所以多喝热水 所以我之所以不量水 因为我喝错了 但是你们俩答对了耶 所以 我的奖品呢 奖品呢 奖品很重要 奖品很重要 获得我们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 两杯热水 这真的是一份非常温馨的礼物 是 水是生命之源 对 小雅哥哥为你们准备了生命的源头活水 请品尝 这从源头弄来的 怎么样感觉 感觉 我觉得这杯水对于我来说可能太凉 我觉得我的热水的问题也可能不是这样子 沐西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我们说要喝热水可能降温更快 那热水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冒泡 直观看出来 冒烟冒泡 这样吧 咱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好不好 我们准备三杯这个温度有一点差距的 但都是这个热水 好 我们来测量一下哪种感受我们是最喜欢的 好 来上热水 我们现在有三种不同温度的这个水 然后你们如果是要选择 或者你们觉得最适合这个喝的水是什么样子的 就最起码这个水到入口的时候 你要有就是烫的感觉 稍稍烫一点 这句话 这要像热水的话 最起码看上得有冒烟 那是开水 冒烟不见那是开水 是吗 开水 你这开水是冒泡 咕嘟咕嘟老咕嘟着 冒烟不见那是开水 就是像寒冷的冬天 五一杯那个水的那种感觉 好幸福啊 对对对对 就是要热的 一般我们泡脚和给宝宝洗澡的时候调那温度 就合适 对 就合适 宝宝洗澡是37度啊 37到40度 37度太凉了 可是人喝水一定要喝比那个烫的 对 就是下不去脚的那种 明白就是超于体温 因为我们人大概的体温是36度5到37度差不多 对 一般来讲就什么感觉就是 吹一下再喝 那是喝的 那得50度了 我觉得至少50度以上是对的 就可能 我明白了 其实大家都是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 当然 特别是我 所以说 所以说热水的选择 咱们也要特别特别理性的去思考一下 对 我们要精确 去分析一下 我们要精确到度 对不对 对 这样我们就来 我们请一个最不理性的嘉宾好不好 最不理性的嘉宾 最感性的嘉宾 好 你来挑一下就是感受当中 哪个会更好一些 就水一定要喝这种 它下面有那个微微的气泡啊 一定要喝三个 有雾气的 妈好烫 没喝就知道了 感情深一口闷 开水喝着才香嘛 就是一样种烫的 这种稍微烫一点的妈 我觉得我可能嘴感温度 我猜测它有哪个口感 口感温度55度到60度 这个温度是一定会有的 我喜欢的 那你再来尝尝这个 那是透度的 我觉得女孩子好像比较喜欢热一点的 嗯 这个是热吗 这边应该常温的 就还好 就是常温 就是夏天就暴露在室温外的水 那你再来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 这个才是夏天 这个还有一冷气泡 这个是冷水吧 这个太冷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热水 这个这个就是冷水 太凉了吧 不行这个太凉了 你觉得感受最好的是哪个 3号 因为越热的水它越香 对 水还有香 哎呦 开水喝起来是很香的 很爱喝 好吧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 特殊的家庭 水还有香 接下来是我们的量化时间 量化 做科学实验 好 一定要精确 不就是一点温腔吗 哈哈 这是一个红外线的 是吧 感温腔 来吧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1号 测 这是几度吧 一点量 10度 你们猜 你们觉得呢 18度 18度 你看看 18度 你猜对了 奖励一杯热水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杯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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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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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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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左右 对对对对对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但是到底我们喝多少温度的热水是最合适的呀 其实呢 人的体温在37度上下 对不对 对对 也就是说我们喝比我们的体温稍稍高一点点的 在40度上下的这个温度的水是最好的 哦 所以太烫也不好 对啊 因为太烫的话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肠胃的黏膜 对还有食管 所以也不是一件好事 对 我就听说好多那种 比如说老一代的人他们特别喜欢吃那种面的 他就一定要吃那个碳口的那种面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生特别不好的事情 对 就是他会食到黏膜都会受到损伤 是的 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如果喝超过体表温度太多的水 我们会造成黏膜损伤 是的 伤害自己吗 对啊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喝热水对身体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 就要喝这个40度上下的水 对 我们做女人也要做37度的女人